印度一直将中国列为竞争对手 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 都要同中国争个高低 近几年印度更是各种唱衰中国 各路媒体竞相露面 评刷存在感 最近的一篇报道 更是让德媒也帮着中国打脸印度 印度媒体发表题为 印度2018展望的文章中 印度被称为是亚洲的狐仔 而中国却已经出现 长期增长放缓的势头 印度正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头号经济大国 文章中写道 印度一券商通过对 2018年亚洲市场前景的观察 称中国股票指数将获得 10%至15%的回报 而印度股市的回报率将为17% 受到强劲的盈利增长的推动 印度人是其中的首选 对印度而言 它的盈利势头正在加速 并将一直持续 由于中国正处于改革阶段 痛苦紧要的关头 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放缓 同时 印度总理是一个富有远近的政策制定者 加上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以及印度所拥有的廉价 年轻和充足劳动力的禀赋 这家券商确信 印度正处于释放显著增长潜力的边缘 但德国媒体在1月17号报道却称 30年前 印度和中国在经济上还能平起平坐 而中国现在已经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 如果印度想赶超中国 至少还需要奋斗100年 根据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 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万亿美元 拥有同样多人口的中国 其国内生产总值却已达到13万亿美元 印度才刚刚达到中国的零头 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% 但其税收改革却在全国执行不利 取消的大额货币值还阻碍了经济发展 并且退出流通的面值为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纸币 还不值10欧元和20欧元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商业环境排名中 印度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00位 同时在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 印度企业投资下降到了13年来的最低水平 印度媒体报道在网上引起印网民热情高涨 但其他网民却吐槽 真是个大笑话 当然 印度将会在梦中 而不是现实中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谷 今年由我国牵头发起了神秘的雪人计划 这是一件震撼全球的大事 终结了美国30年来的霸权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1号哨所 回复雪人 了解详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